現在2024年,Leica的35mm鏡頭 一支是2.0,一支是1.4 大家的價格已經是相差無幾了 你會怎樣去選擇呢? Hello,大家好 我是M&K Camera的Fanki 今次跟大家說一下Leica的35mm鏡頭 一般的認知就是 2.0光圈一般比1.4光圈的鏡頭會便宜 在2023年至2024年 雖然疫情開始受控 每個國家都開始開關和復償 在這段時間,經濟反而沒有變好 對於某部分來說,這不是一件好事 但對於剛剛準備入手Leica的朋友來說 價格就變得更加親民了 舉個例子,例如這支Leica的35mm 1.4 我們稱為11874 是ASpH的第一代 以前的價格可能是遙不可及 但現在來說就親民了很多 大約是2萬頭左右 就可以有一個不錯的選擇 這支鏡頭顏色濃郁 過度也很豐富 銳利而不失有氣氛 是最接近35AA雙飛那支鏡頭的效果 但只需十分一的價格便可以 性價比亦非常高 在黑白相片的表現是非常出色 自然不會有奇奇怪怪的感覺 除了這支 還有另外一支 就是11874之後的款式 我們稱這支351.4 叫做11663 同樣都是2萬出頭的價格便可以獲得一支 還記得當初這支鏡頭 剛剛出的時候 炒價到大約港幣6-7萬 當時真的非常瘋狂 這支鏡頭的光學設計和11874是一樣的 只是在coating方面有少少的改變 還有增加了一個叫做浮動鏡片 Forting Element 在近對焦的時候的精準度是更加好 再加上一個四方形的金屬遮光罩 它實用得來亦是很有性格 好了 說回2.0光圈 2.0光圈我們常用的就是352 這支是7枚來的 是德國製造的版本 是很多新手的自愛 這支鏡頭就細小和輕巧 日常帶著它都不會覺得是一個負擔 顏色鮮艷和銳利度欺負到好處 不但氣氛不錯 在拍片照或數碼照的時候 同樣是討好和自然的 三支鏡頭各有千秋 到底怎樣去選擇呢 現在我做一個簡短的總結 如果你是喜歡低光環境的表現 喜歡特寫人物或者物件 希望主題比較突出 對鏡頭的體積重量不是有特別的需求 我建議大家會選擇351.4 如果是追求自然和顏色漂亮的話 其實11874就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如果是追求銳利度和時尚的款式 我覺得1163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到底什麼時候才會選擇352呢 如果主要的拍攝是在日間戶外 會拍片或數碼 是經常帶在身上的 追求鮮艷和有氣氛的 我覺得選擇 Leica 352.7 枚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如果是你 你又會怎樣選擇呢 這個只是一個概括的分析 因應個人的口味和喜好 有不同的選擇 如果在這方面你有宜蘭 歡迎你來到我們和國 或者是中環的門市 大家去研究和體驗一下 如果你覺得我的影片有用 希望你給我一個Like我 以及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Like 下次再見 拜拜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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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六